欢迎来到尤金的autocast视频教学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 配置出图 比例以及标注这些部分 那在我的讲义里面呢 有一个章节 如果各位翻到第八页呢 他特别有把这个部分做一个说明 那我觉得呢 跟以往一样呢 我们要去知道这里面所有的细节呢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呢 I do I understand 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进行这个部分 那首先呢 各位应该前面呢 有用这个我的样板档打开之后 做了一个小茶几的练习 这个茶几的练习呢 待会不一定会用到 我先把它放旁边 那我接下来呢 会先在模型空间里面建一个3D的 3D的实体 然后呢 我会进到这个图纸空间 图纸空间来做一个配置 做一个所谓的试布的一个出图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回到模型空间 首先呢 我们到视觉画这边来的标签点一下 视觉画的标签点完之后呢 它有一个栏位叫模型试布 我们在试布规划里面的选择 比如说三个左 所以我们现在的画面被割成三等份 那我在这几年教学 我一直会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如果你要画3D 你最好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让你的视窗里面的同时能够开启若干个试布 你不管怎么配置都可以 你要三个四个都可以 但是呢 你不能就是一张图 这个一张图一个视部画到底 因为一个视部画到底的情况之下 你常常会顾前后不顾左右 所以你会比较容易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我会鼓励大家从现在开始 因为我们大概在接下来不久 我们就会进入这个3D的绘图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习惯养成 所以首先呢 我把左边比较大的这个四部呢 改成东南视角 或者重来好了西南 我觉得西南等一下会比较顺一点 在西南视角这边 我们做一个四部的转换 应该说视角的转换 那这个图呢 维持上市图 这个图也许你可以维持 譬如说前市图之类的 前市图之类的 那我们大概就是做成一个这样的layout 好那我们来长一个实体吧 长一个实体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指令好了 我们用RECEnter RECEnter 这个在这个比较远一点 空白一点的地方 我稍微让它远一点 等一下怕在不同的视角里面会产生一些干涉 所以我放的比较远一点 好所以我在这个有点空白的地方点下去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要做的东西呢 它有多大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 30公分乘20公分乘 30乘20乘15 好了 30乘20乘15 我做一个REC 然后点下去玩之后打 那30公分的话 如果我们想象成mm就是300 逗号 然后20 20就会200 逗号 好 那就没了 因为这是一个2D的REC 所以它这样就可以画完了 那最后一个要打0 好 那我们现在就完成了一个2D的举行的一个建立 好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挤出复习一下之前交过的一个小指令 EXT EXT之后呢 就是Extrude 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挤出来 所以先执行指令之后选择物件 结束选取要按Enter 然后呢 往上拉 增加模式下打150Enter 好 所以我们现在刚刚建了一个小盒子 建了一个小盒子 那这个盒子呢 是300乘以200乘以150 我们心里面稍微把它记一下 那到这边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在过去上课的过程里面 似乎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我们现在把它叫出来 叫做UN 来跟我一起做 UNEnter UN是什么呢 顾名思义就是Unit Unit在AutoCAD里面是去设定一个所谓的图面单位这件事情 那它这边会有一个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说 它会跟你限定一些关于这个精确度 角度这些部分的 的 这个 精确度 那这个精确度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精确度跟实际上 你所画的图的精确度无关 但是它跟显示上面是有关的 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现在我们的这个长度呢 的精确度是0.000 角度是0.0 这个东西如果 我们改一下 比如说我可以改成8位10位 能到10位 好像不行 能最多到8位 那它只是在我们荧幕上显示的时候 数字上面 它会显示4位或8位的这样的区别 不是真正的AutoCAD储存的 数值的精确度 这两个是无关的 先跟各位说明 所以这里是4位数 按确定 比如说DI DI就是测量的指令 从这个点到这个点 所以我们量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荧幕上所显示的数字都是4位数 那它真正在储存的时候 它位数会比这个多非常多的 好 那接下来呢 譬如说我再打一支UN 然后我把这个改成8位 那我自己改成 假设也是8位 按确定 那我将来DI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了 它的精确度 就会来到小数点下8位数 那有没有必要这么多呢 有时候见仁见智 像一般它预设这边是4位 这边是1位 我觉得已经非常好用了 你就算是millimeter已经是万分之一mm了 这个已经是非常高的精确度了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那第二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的 就是所谓的插入比例 这个插入比例呢 我刚好滑鼠停在这里 AutoCAD F1它会 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那我这里面呢 只有一个事情要讲 就是说AutoCAD的比例是非常诡异的 所谓的单位 单位是非常的诡异的 比如说你从上面读下来 你有无单位 有音质的 有公质的 然后甚至会有到这个所谓的光年 大的话 大到光年 然后这个还有I I是一个我记得是原子的单位 就是测量原子的直径 什么有的没的那种 非常细小的一个单位 细微的单位 它全部都有 那这个单位呢 其实很容易让初学者有一点迷惑 它不是真正的 怎么说 它不是真正的 牢不可破的 也就是说我今天可以 刚刚画的这个300乘200乘150 我今天可以把它叫公里 那明天我只要把这个单位呢 转换成比如说公分 它就会变300乘200乘150公分 所以它就是有一点像是数字归数字 然后单位系统归单位系统的意思 就是两个其实是可以 并行不备的 就各做各的没有关系 那你 但是你心里面要很想的很清楚 比如说你的300是MM 如果你将来换成公分的话 你就其实应该画的是30乘20乘15 所以你自己心里面要抓的很稳 就是到底你在想的是公分 这还公里 那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为了方便 为了统一起建 我会开始把我们的单位都定义成公里 就像刚刚前面那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们讲的小茶几 小茶几里面的那个600乘以1000 那个600乘以1000 其实就是公里 它不是600公分乘以1000公分 我买个那个桌子太太惊人了 所以这个是公里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先这样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比例上的一个设定呢 你试想一下 譬如说我今天画一个图 舞台设计它可能喜欢用公分 TD可能喜欢用公里 到了老外那边 它喜欢用英寸 那很不幸的是 譬如说一公分等于25.4mm 这个大家都知道 问题是我在画一公分的时候 换到老外那边 万一它打开的图面是1 然后它自己又设定1英寸 那那个东西就会变得非常的谬误 就是一公分会变成1英寸 那其实差的2.54倍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autocad设计了一个这样子的栏位 叫做插入比例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图面单位是公里 老外的图面单位是英寸 它再插到我们家用insert 或者是external reference 或者是blockW出去的时候 在别人的图面做insert进去之后 它会因为英寸跟公里的单位的差异 直接转换25.4倍 转换25.4倍 也就是说autocad它会自动根据 A图面跟B图面的单位不同 进行所谓的单位转换的动作 这个你不用操心 只要你的单位插入比例 在插入比例这个栏位的单位 跟你心里面想的是对的 是一致的 老外那边或者是你同学那边 或者是舞台设计那边 它用的插入比例跟单位 是符合的 比如说它画300代表300mm 你画30代表30公分 你们两个图一定可以兜起来 autocad会自己做自动转换 这个是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 好好的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的 那就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来说清楚 所以再强调一次 这个公里 它其实是一个你这整个图里面的 你心里面所默想默许的一个单位 这个叫公里 那这件事情呢 等一下到了配置出图那边的时候 又会有一点slightly different 就是它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到那个地方再说 这里的单位非常多 可以到光年 各位oh my god 如果是 刚刚如果是300光年 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天文距离 好 所以我们确定这个部分都没问题 我们按确定 好 然后所以现在这个盒子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300公里 乘以200公里 乘以150公里 那我们稍微给它做点变形 因为待会方便起见 我们做点变形 所以呢 我们control键按着不放 然后滑鼠在这个边缘点一下 那这个技巧我在上课的时候 应该有稍微提过 那这个技巧非常好用 就是我们如果要编辑一个实体的点线面呢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比如说我可以control键按着不放 然后点一下 所以它可以同时一次呢 编辑两条线 或者是control键按着不放 点这个面 它可以做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编辑 一个编辑的动作 所以这个是 control键加滑鼠click的 这个有趣的地方 各位可以找时间尝试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做一个control 然后点这个靠Y 圆轴这个地方的一个 上面的这个边缘 然后点下去 在正交模式下呢 往下拉 我们打个50好了 让它从150高变成100高 好 我们就很简单的做了这样的一个斜面 所以你从立面图来看 你知道它是一个斜面 从上次图 其实你看不太出来 它是一个什么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就是大概在两次上课以前 我们曾经有教过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叫做按拉 所以我们到常用的标签里面 我们等于复习 常用了部分呢 我们待会用到这个按拉 那我们要按拉什么呢 我打算在这个盒子上面呢 放个洞 放个圆洞 然后再把它按拉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回到 也是大概两次上课之前 我们有教过的一个叫做 UCS UCS大家记得吗 UCS在哪里呢 UCS呢 它也是在视觉化的标签底下 它可以有非常多的这种 坐标转换的可能 比如说坐标可以平移 可以旋转 可以非常多的可能性 那我们今天呢 也可以 也可以直接打指令 比如打UCS Enter UCS Enter之后呢 我可以用三个点来决定 我接下来这个UCS要去的位置 就是X 圆点 跟X轴跟Y轴的方向 譬如说我可以 这个是圆点 然后X轴点这里 然后Y轴点这里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要产生一个新的坐标轴 它的XYZ呢 是根据我的圆点 然后X方向的点 Y方向的点 这个定义出来的 那这个算是一个复习 那再来就是为什么要转换UCS呢 譬如说我们知道C C这个指令是一个叫做2D的 也就是一个画一个圆的一个指令 譬如说我现在做一个 LEnter 我在这个 等于是在这个盒子上呢 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圆动 对不起 做一个斜线 然后我打算在这个斜线的终点 斜线的终点我要做一个圆动 所以这时候我可以好好打一个指令叫CEnter 然后第一个圆形点点在这里 然后呢 半径呢 半径我们要多少 半径 就抓个数字吧 它边宽是200 那我们就抓个75好了 抓个75好了 75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这样的洞 它还没有变成一个洞 它现在只是一个2D的物件 叫做圆 各位可以看它是一个圆 好 那如果要它变成一个洞怎么办呢 首先呢 我们打算用按拉 所以因为为了按拉的缘故呢 我们必须把这条线呢 做图线 我们先把它Delete掉 好 然后呢 我们到常用这边来选择按拉 然后我们滑鼠停在这里 往下一戳 再看一次 所以 按拉 然后滑鼠停在这里 停住不动 然后往下一戳 它就会变成一个洞 好 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呢 因为我故意要产生一个垂直于这个斜面 但是不垂直于底面的一个圆洞 所以各位从里面来图来看 它是一个斜线的洞 那等一下呢 我们在 所谓的出图 配置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可以再利用这件事情的来做一些文章 好 所以到这边我想应该大家都跟得上才对 好 好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物件 把这个物件呢 放在一个 其他的图层 譬如说我放在这个图层 好 好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刚刚 用来戳出 那个圆洞的 Circle 这个圆呢 它其实是个2D的物件 还有刚刚在底面做ext的那个东西呢 你如果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把它 用这个圈选的方式 由左到右圈选的方式把它delete掉 然后不要去选到其他东西 呃 我undu一下好了 我另外提醒大家一件事 就是选 选物件这件事情 其实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 我如果不小心选了一堆东西 然后我 如果要把某个东西deselect 就是把它反选 就是我不要选它 我再做一次 我这样是全部选嘛 然后我如果不要选这个3D实体 我按着shift键 按着shift键 滑鼠移到那个物件的附近 它会出现一个减号 它出现一个减号 然后你这时候按下去呢 你就可以deselect 这样是我可以很快的选到这两个物件 那我就可以按eenter 把它抵抵跳 或者是 我也可以怎么样呢 我也可以 这样选 各位看到 由左到右的选法是这样选的 那由左到右 由右到左 我再复习一次 由左到右是要整个物件被包含进去才算 那由右到左呢 是碰到就算 碰到就算 所以呢 这样子 我就可以很确定的 我选到这两个 eenter 就是erase enter 好 我们到 我们到pdf a3 也就是这一个 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配置的页签上面 点一下 所以我们很快的从模型空间转换到图纸空间 跟以往一样的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页签复制很多个 有点像excel表的那个工作表的概念 那我们在这个页签上按一下滑鼠右键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 第五个选项叫做移动或复制 我们选它 然后我们在这个对话框上面选移到最后 同时建立一个副本 如果你没有建立副本 它只会移动 它不会做copy的动作 所以我们这样等于是把它复制出来 好 那你就会发现说呢 你这边会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 一模一样的 有点像是一个 陶丽阳 我现在讲陶丽阳不知道还没有人听得懂 就是一个 暖身 对不起 应该纯粹复制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基本上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可是它长得一模一样 那你会发现说呢 它这个页签的 这个标签 名称 这个标签的名称它会从 本来PDF-A3变成一个刮狐2 所以你想像如果我再复制下去会变成什么 变成刮狐3 会变成刮狐3 所以以此类推 所以它自动会去产生一个新的名字 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呢 你在这里按下滑鼠右键 在页签上按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什么 根名 比如说我这边就是说 我可以把它改名叫配置 练习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怎么讲 就把名字改完了 好 我以前有一个比喻 什么叫做模型空间 那什么又叫做这个配置空间 或者是图纸空间 一般叫model space 跟paper space model space是黑黑的这一块 就是有3D的 那配置也就是paper space 或者一般有人叫layout 它是属于这个所谓的一个2D的世界 它可以把3D的模型空间里面 显示 从某个视角显示 这个三度空间 可是它再怎么样 它就只能拿来列印 所以它是一个二维的一个空间 首先我们就很快的做一个示范 譬如说我打mv mv这个指令应该是交过 mv mv enter之后 我可以接下来问它 它要你指定两个点 所以一个左上一个右下 我就可以很快的把这个所谓的 模型空间里面的东西 放到一个小的室部里面 这个叫viewport 放到一个小的室部里面 那你也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mv 你可以有一头拉股的mv 有的大有的小 有的看左边有的看右边都没关系 那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打mv之后 它其实是可以让你选择 比如说它下面很多 包括物件 你待会可以自己试试看 你可以选择物件 然后我这次选择4 选择4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次会产生4个viewport 然后它问你左上右下 甚至做布满 那所以我就是左上点一下 右下选一个舒服的位置 点一下我就一次产生4个室部 那譬如说我可以这样做 譬如说我在这里 我接下来要进到这个模型空间里面 我有点忘记我们之前没有教过这个 不管有没有教 我现在很快的说一次 我可以double click 就进到这个空间来 那进到这个空间之后呢 我可以选择 譬如说它是上市图 上市图 那我稍微roaming到这个角度 应该说roaming到这个范围 然后到这个左下角这个图呢 我把它选择这个前市图 选择前市图 然后用滑鼠滚轮加上 对基本上就是滑鼠滚轮 跟你放置的位置 你可以说明中报到一个位置 这我想滑鼠滚轮应该不用教 然后最后这个呢 我可以用右市图 我可以用右市图 来显示这个图形 这个物件 这个我保留 右上角这个我保留在三市图 所以可以方便我直接做一个对照 好 那各位看到现在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没有比例可言的 也就是说它都是我 就是跨速滚轮很直觉的弄出来的 所以它基本上称不上有什么比例 那要做比例这件事情非常简单的 我们就是选取这个物件 选取这个物件 然后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 所谓的制定比例这边来 譬如说我如果打 我先随便打一个数字 1除以10 1除以10什么意思呢 就是1比10 你就会发现它很小 为什么很小呢 我们回溯一下 这个盒子有多大 这个盒子的大小大概是300乘以200 300从平面图上来看 它是一个300乘200的一个大小 那300是什么mm 200是什么mm 所以300跟200分别除以10 就是30mm跟20mm 也就是说这个图看起来就是3公分乘2公分 非常小 那这个图纸呢 我们待会回来检讨 这个图纸呢 它其实会有设定 改期不如撞期 就现在说 这图纸呢 如果我们在配置页签上面 按一下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页面设置管理员 然后页面设置管理员进去之后呢 你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说 对不起啊 这印表期呢 之前的规划长得不一样 没关系 那如果出现问题 你就按确定 进来之后再重新选印表期就好了 这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好 那 它是什么 它是A3嘛 它是A3 那我其实有一份讲义啊 我也有一份讲义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把它下载下来 叫常用标准纸张列表 那这个讲义下载之后呢 下载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说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纸啊 不管是A0 A1 A3一直到A6 或者是 在美国以前我们用音质的那个时代 就是它有所谓的A B C D E F A B C D E这样子的 有NC的就是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 Institute 跟ARC ARC就是Architecture的建筑用的 那这个A0到A1我们最常见的A0到A3 这些尺寸是什么呢 这些尺寸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国际标准 所以International Standard 所以它是国际标准的 那这边有个对照的尺寸 你看啊 A3有多大的宽420 A2高297 这些资讯对我们来讲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因为你在布局一张图的时候 你要知道它是A3 然后你就会知道它这边400多米 这边将近30公分 所以这个三公分两公分 它是不是对的 很多同学呢 就傻傻的 反正它就是调整这个配置的比例 调完之后 它也不知道这个是对的错的 也不会用一个怎么讲 从直观的 就是这张纸有多大 所以它到底哪个环节出错了 也许是你在这个页面设置管理员上面的 这个所谓的 又来了 我刚刚是忘了按确定吗 好 就是 是不是你这边图纸大小设定错误 还是什么 你必须回头去检查这件事情 你必须回头去检查 或者是你根本就在 它的这个 比例上面设错了 所以我们在很正式的 再看一次 也当做复习 就是我们把这四个四步选取来 按性质 性质怎么叫出来 就是Ctrl1 Ctrl1 123的1 Ctrl1叫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自定比例 你打1除以10 它就等于0.1 那这样看下来 我觉得它可以再大个三倍 我们就打0.3 0.3就是3比10 3比10 这样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去 做出对的一个比例 只要你这个列印成PDF 或是列印成真正从印表机 实体印表机印出来的时候 只要你的比例 不要随着纸张调整大小 那样的设定 只要不是那样的设定 它就会印出非常准确的 非常准确的 我曾经印过那种 A1或A0大小的东西 然后1比1印出来 做放样 准的不得了 就是你至少用我们一般 一般人用的卷尺 根本差不到1mm 根本看不出来那个误差 所以我有一句话 就是说 我信仰上帝 我相信赵物主的存在 我在这里不是来布道的 但是我同时 我也非常的相信Autocare 其实Autocare在我过去的 职业生涯里面 它帮了我非常非常多的忙 特别是在精确度这件事情上面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它 只要你的出图比例是弄对的 它可以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好 我们回来 回来到这个图面上 那接下来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根据我们在模型空间里面的 工作的经验 就是说 我们其实喜欢 喜欢怎么样 上市图 也就是平面图 利面图 棚面图 它中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譬如说 我在上次做的这个小X7 我DI这里到这里是200 我DI到这里应该是200 它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关系 这样的 所以我也会强调说 我们应该本着这个图学 防老公 不是防老公 防老师 防老师 变成防老公 防老师所教的图学的概念 我们好好的应用到这个Autocare里面 所以我现在打算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想要稍微调一下 这些图让它对齐 让它对齐 好 那譬如说 我稍微DI一下 我从这里到这里 DI出来的结果是67 注意哦 这个是图纸上的DI 就是虽然你看到的这个图 这个物件是在模型空间里 可是我现在因为我没有double click 进到这些 这些 模型空间里面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在图纸上 我在外面double click又回来了 就是回到这个图纸的缩放 我们再做一次 double click进去 一个四步 可以缩放这个四步 然后按度一下好了 然后外面double click 就回到这个图纸的空间 好 那我刚刚说67嘛 所以我现在做一个 我做一个小小的做图 我打RECenter RECenter 这我从这个点做图 注意 这时候我画的图是画在哪 不是画在模型空间的 我这次画的是在图纸空间里面 然后呢 我抓了一下 刚刚的比例大概是67mm 我觉得这是还蛮舒服 我就RECenter之后呢 at65 逗号65 这什么意思 我接下来呢 要把这个四步 andenter 用这个脚点去对到这个点 表示一种 这个我们在图学上面的尊重 那再来呢 我要把这个图移到这里来 所以我就选择这个 andenter 一样把这个脚点放到这里来 好 那我现在呢 可以暂时把这个做图线delete掉 然后突然发现什么 发现这些四步框非常干扰 对不对 这每个四步框都非常干扰 而且印出来不得了 大家都不知道你在画什么 所以我会把这四个四步框一起选之后 把它丢到一个什么图层 之前上课有教过叫deft point deft point 那deft point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图层 它是不会列印出来 我们打LA呢 就会看到呢 deft point呢 它在这个列印上面是不会出现的 我们现在如果打LA之后 没有出现这个印表机 有印表机在这里 它在出图这件事情上面 别人都是白色的印表机 它这个是一个灰色的印表机 所以deft point跟零图层一样 都是属于autocay里面最特殊的图层 基本上你不能随便改变它 deft point可以delete 像零图层是连delete都不行 你可以改颜色 但是你不能delete零图层 你也不能改零图层的名字 deft point呢 它就稍微弹性大一点 但是你只要名字叫deft point的 在这个图层里面 它是不会列印出来 所以你看我的样板导里面 为什么把它故意设定成黄色 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希望它不要干扰到 我在做图的过程里面 因为它的颜色 我自己是这样认为 在白色的纸里面 黄色是最不明显的 所以我选择了黄 这个颜色来做 对 做这个viewport 这个视部的一个图框 当然如果你觉得很不顺眼 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稍微利用这些侧点 把大家都调成一样 好 好 到这边我想应该 大家都跟得上吧 那我打算在这里小小的休息一下 我去喝口水 所以我打算要按Shift F2 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下 好的 欢迎回来 为了确定一下 我没有真的回来 我稍微打开看一下 很好 我用的软体叫oCam 再次感谢这家大公无私的厂商 提供这么好的软体 让我们可以做这个 所谓的一个线上教学的录影 好 我们回来到出图配置 这样的一个专题上面 那首先我们刚刚就是模型空间 画了一个3D的东西 然后我们到了配置 也就是图纸空间 我们就会开始建一些viewport 这些viewport的建立方式 就是用了一个指令 叫做multipleview 就是mv两个字母 mventer 就可以开始建立这些事故 同时我们利用每一个事故里面 它自己独有的这些视图的选择 去选择它所呈现的一个样子 那接下来 我要仔细来说一下 跟出图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 我们回到这个标签上面 就是layout配置的标签上面 然后我们在上面按滑鼠右键 然后我们选择页面设置管理员 这里面其实有些东西要好好讲一讲 好 那进来之后就发现了 我们在这个图里面有一些 配置练习一是这个标签 然后再来PDF A32 PDF A33 这个是这几个标签 为什么会有这两个呢 这两个应该是我在之前建样板档 的时候曾经建立过的 所谓的配置的设定 那这个配置的设定呢 我并没有把它删除掉 好像也 目前要 目前应该要用别的指令 用purge来删 但是目前在这里是删不掉 那所以它就留下来了 可是呢我们可以把每一个将来配置完 修改完这个设定的东西呢都可以再新建一个新的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设定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配置是练习一 然后按修改 好修改完 这个我们刚刚前面没有好好讲的部分就是第一个 这个印表机呢 我通常就是设定PDF 现在其实我大概95%以上的这种设计 我已经不再出图给人家 我都直接给电子档 电子档里面的PDF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 一个format 一个格式 那这里面呢 当然你可以再去设定这个每一个印表机的性质 就很像你在设定一般的印表机 然后再来是图纸大小 图纸大小选对 然后再来呢 出图的内容是配置 配置就是我们现在在的配置图纸空间 那你也可以选视窗 视窗是什么意思 就是它会让你选择只印某一个部分 这叫视窗 那它也可以有实际范围 实际范围就是放到最大 就是这整个 这一个配置空间里面 单就单一这个配置空间里面的整个实际范围 然后最后就是显示 你显示哪一个部分就是哪一个部分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我们回到配置 配置的意思就是说 那就是照着它配置原来的这个 所设定的A3的图纸大小 然后直接把它出出来 然后这边有个偏移量 有点像是一个圆点的平移 圆点的平移 就是原来通常会是在左下角 那位移3 豆号3 是因为我希望它的这个图框 可以再稍微往右上 右边上面1 3mm 3mm 所以我做了一个这样的设定 通常这里可以是0 豆号0 也可以是任何数字 再来一个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出图比例 这里的出图比例要小心 这里的出图比例 我给各位一个中顾 我永远设一比一 当然我想很多建筑师或是其他人 他不见得会同意我的说法 我喜欢在这里设一比一 为什么 因为呢 因为比例这件事情 我刚刚忘记我做了什么事情了 好像也没有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 他突然间跑到这里 我按度一下好了 先回来 刚刚应该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好 没关系 我们再来一次 页面设置管理员 然后修改 然后PDF 我可能刚刚改了这里 我才是因为这里的关系 不管 好 所以按确定 关闭 这次没事 好 所以回到 回到 比例这件事情来 我刚刚说 你这个图里面 其实呢 你可以产生 我刚刚说 你可以产生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所谓的小配置 这每一个小配置 它都可以有自己的比例 比如说 我就是特别要把它缩小 放在这里 很小很小的放在这里 那它是不是会有一个自己的比例 它会有自己的比例 那如果它有自己的比例 它有自己的比例 然后呢 每一个四步都有自己的比例 然后这时候呢 问题来了 你又要在这个所谓的页面设置管理员修改 的出图比例里面呢 再去设定一个自己的 总和的比例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里设一比十 那就是每一个四步都要再乘以十分之一 或是乘以十倍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给自己找麻烦 挖一个坑给自己跳 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所以这里我永远设一比一 我永远设一比一 只要是你教学生 我就会说这里就一比一吧 不啰嗦 那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呢 是在比例的下面 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上面 一按下去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英寸 一个是公里 这个是我们稍早的时候讲的 就是AutoCAD的那个指令 Unit Unit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所谓的从光年 到那种I 就是原子单位 从原子那么小到光年 几光年 它都有不同的单位 让你可以选 那个主要是在图面交换上面的 就是你的图跟这个老外 某个搞音质的这个老外呢 它的建筑图里面 如果是音质 它要做一个所谓单位转换的时候 它需要去设定那个单位 所以它可以从原子的大小到光年都有 可是这里呢 因为你是拿来出图的 所以AutoCAD在这里 做了一个非常保守的做法 就是它只给你两个选择单位 一个是公里 一个是英寸 公里一个是英寸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的图再怎么印 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所以它觉得公里是很适合的 英寸是很适合的 就拿来用吧 所以基本上 出图的时候只剩下两个单位 这里不要误会 所以出图的单位是公里 出图的单位是公里 那如果你刚刚在画图的时候 你的UN里面用的是公分 你心里面想的是公分 然后你画图的时候 也的确用了公分的UN unit 那这里就要很小心 因为公分跟公里差了十倍 你这里就会有一个1比10 或是10比1的一个比例会出现 我没有仔细去想 但是你们可以稍后自己去验证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心里面想的是公分 然后你UN用的是公分 但是出图的时候变成了公里 那你就差了十倍了 这就是十万八千里 其实差十倍差很多了 所以这里我情愿就是说 我在画图的时候画公里 这里用公里问题不大 那我们等一下来看看 如果心里面想的公分 会发生什么事 反正总而言之这里是1比1 然后再来 这边有一个出图形式表 这几年我比较少去谈这个东西 那出图形式表其实蛮重要的 它是指说你的autocad在图层里面 可以是设定五花八门 各式各样的颜色都可以 可是你到出图的那一刻 那一瞬间 你可以重新的再去 安排你的颜色应该长什么样子 举例来讲 如果我把小三角形点下去 之后我会看到第一个是mono mono是什么 就是全部单色印刷 全部变成黑色的 那再来一个 我觉得可以看到的出图形式表 是很清楚的叫grayscale grayscale就是灰阶 所以它把你的红橙黄绿蓝电子 变成灰阶印出来 那大家比如说咖啡色蓝色那种 比较深的颜色印出来 就会很灰很灰接近黑 然后这种黄 绿 青 这种很淡的色彩 很亮的色彩 应该说很亮的色彩 它就会印出来是非常淡的灰 接近白的灰 所以这个叫灰阶 所以monochrome是单色的 grayscale是灰阶 那再来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不同的出图形式表 你甚至可以新界 你可以建一个 比如说我要把红的印成蓝的 蓝的印成红的 那我就问你说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在图层里面就好好的把它改好 不要这样子 就给自己找麻烦 那但是autogave保留这样的权益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新界里面 把每一个 这个 譬如说 我这样来好了 我来一个 这个 好 我就来一个新界 好 那我新界的时候不要从头开始 我就使用某个寄存的 CFG 什么之类的 浏览 我这个 这个是旧版的 旧版的 然后从头开始也可以 从头开始让你们看到这个叫test 我可以开一个新的出图形式表 叫test 然后我可以来编辑它 所以我的红不一定要印成红的 我的黄不一定要印成黄的 这样大家懂吗 我的绿可以印成青 我可以有不同的颜色 甚至不同的粗细 我根据我这新的这个出图形式表 再来做一次所谓的颜色的调整 所以印出来的东西 比如说这几个像黄的 黄的到这个青的 我坦白讲 我每次看到同学在印黄色绿色青色 然后把它印到纸上的时候 我都会很生气 为什么 欺负我们老人家 就是因为这个颜色非常的淡 所以印出来的时候 其实很不明显 不容易看 非常难看 所以呢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2 我可以把这个2 这个黄色印重一点 印重一点是怎么样 印重一点 比如说我就把这个黄 本来是黄嘛 比如说本来是黄 我就觉得不够 不够清楚 我可能把它改成颜色 所以我可以这样改的 我可以把这个不同的颜色 做不同的输出 然后把它最后储存 关闭 然后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粗的形式 出图形式表 好 那我这几年少讲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真的越来越少把它印出来 好 那所以 而且我其实鼓励大家在图层里面 你就好好的去 去play with 好这个 这个colors 让它可以在 不管在显示在萤幕上 或者甚至在列印成pdf的时候 都是很清楚的 好 那最后一个要讲的出图形式 就是ACAD ACAD跟5是一样的 ACAD就是autocad预设 那就是5就是不用出图形式表 但是就是照你原来图层里面所有的设定 他就照那个方式列印出来 那ACAD呢 基本上意思也是差不多 好 再来呢 这边还有一些选项 因为我们现在今天还没有去谈这些3D的部分 所以描影呢 描影的部分我先不讲 我看看 等一下还没有力气来讲这个事情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出图 这些有的没的 就是出图的选项是什么 比如说用出图形式来出图 等等 那隐藏图纸空间 这个都比较复杂一点 我稍晚之后再回来说 那最后就是一个图面的方位 那如果现在图纸这样摆 图纸这样摆 那我这个要摆横式是对的 所以我按确定 按关闭 那如果我们将来列印的时候 按Ctrl-P Ctrl-P 然后Ctrl-P呢 他会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一次把所有东西列印出来 还是我只为这个单一来列印 这是2019才出现的功能 然后我可以预览 可以预览 这个是印出来的 那在AutoCAD 这个2019的版本之后呢 他会出现了一个 有点小小恼人的这个浮水印 这个 不过我昨天也替他讲话了 我说AutoDesk 已经佛心来了好几年了 就是让学校免费 学生免费使用这个软体 所以其实已经非常开心了 所以我们也不要去 不要怪AutoCAD 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让他赚点钱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是学生版的 来出现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 可以结束也可以出图 好那我们就出图吧 那出图之后呢 他就可以出成一个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一个配置 对不起 我应该把它配置 把这个配置出图呢 出到这个所谓的 今天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好 ok 就把它出过来 这样就完成一个出图 那出图之后呢 他会变成一个PDF档 那通常我们会希望呢 你能够有一些 类似像Adobe Acrobat 这样的软体 可以再来做一些 之后的一个所谓的编辑的一个动作 这样会比较方便 这样会比较方便 那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 第一个刚刚的那个 叫什么 Deft Point的那个图层 的确没有列印出来 没有列印出来 刚刚我们不小心 忘了删掉一个东西 我们待会回头 记得要把它删掉 因为这不是我们真的要硬的 然后呢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 会发现什么 没什么 就基本上 它就是一个PDM档 所以把它关掉 好 我在这里要暂时喘口气喝口水 那 稍晚后回来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回到 课堂上 出图跟配置的部分呢 其实认真来讲 它要花很多的时间 讲解 同时要练习 所以你们随时可以把我的 video停下来 然后去做一些 确认的动作 特别是练习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事情呢 是一些关于所谓的视觉形式这件事情 我们在模型空间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改变这些 视觉形式 那同样的道理 在图纸空间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模型空间里面 我如果 改变了一个视觉形式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video style 3 那它其实在不同的事部里面 甚至在配置里面 它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的 它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那是各管各的视觉形式 那譬如说以这四个视部来讲 右上角这个是最合最适合来玩一些 视觉形式的部分 视觉形式在哪里呢 我们到检视的 不对更正 在视觉化的夜签底下 视觉化的夜签底下的123 第四个大栏位 它里面就有很多的选择 那这边右下角有一个箭头 点下去之后 我们会看到这个视觉形式管理员 那你也知道说 因为这是我的样板档 所以这里面的很多的视觉形式 它其实是我自己建出来的 比如说video style 3 比如说这个视觉形式 叫做隐藏 这个隐藏可能是autocay内建的 比如说这个叫做 限价构 比如说这个 这边有一个 有进3D透明 诸如此类的 你可以在这里面 设定非常不一样的视觉形式 然后它列印出来 就会根据你的视觉形式来列印 那我们其实之前没有时间 好好地讲这个视觉形式 这件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要产生一个 新的视觉形式 我想要更有趣一点 比如说我想要让 这里面的实线 就是它隐藏在后面的线 变成虚线 怎么做呢 首先我说过一句话 我们在autocad里面 用任何的设定的修改 变更设定这件事情要很小心 因为我最好能够保留原厂的 所以我在这里打算按滑鼠右键 语境3D透明 按滑鼠右键 然后选择复制 然后我再选择滑鼠右键贴上 它就会产生一个叫 语境3D透明副本1 然后我现在在这里double click 它就会跑到 等于是把这个视觉形式丢到这里来 把它丢到这里来 然后接下来我所做的任何的修正 它都会反映在你现在的可以看到的事故 只要是套用这个 乳境3D透明副本1的都会看到 好然后呢 为了方便起见呢 我在空白的地方 在这个叫做视觉形式的管理员的 这个空白的地方按滑鼠右键 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个大小 大小我们把它选小 选小的好处是我不要拉那么长 我可以让这个这个整个整个画面清爽一点 然后我这样可以把这个拉上去一点 这个中间有个分隔 分隔 分隔bar 拉上去一点 那我现在选择它 然后我来开始看它下面有什么 其中呢 各式各样东西你可以慢慢玩 那我现在直接到的所谓的隐蔽边 它隐蔽边呢 是隐蔽边 隐蔽边好像是没有显示的 所以我选择是 选择是 然后呢它说西书点我改成虚线 理论上呢 应该就可以变成虚线 那你现在是看不到 对不对 看一下哦 确认一下哦 照理讲应该可以看得到啊 照理讲应该可以看得到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 看一下哦 香蕉边 香蕉边 隐蔽边 看一看我能不能改这个 怎么都没有改变 怎么都没有改变 这边好像有点bug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是从旧的版本 转移过来的关系 我现在做的 我现在做的隐蔽边的一个修正没有出现 我到边设定颗面边颜色252 我试试看这个有没有影响 诶有影响 所以我可以这样改 那我可不可以改这个颜色呢 哦 它会不会是因为半透明关系 隐蔽边 它照理讲应该是出现不一样的 好 我再 我再回头再研究一下好了 这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隐蔽边 香蕉边 香蕉边是没有显示的嘛 轮廓 那比如说轮廓 轮廓可以展示 轮廓可以改成宽度3 诶 怎么都没有反应啊 嗯 好 好像有点问题 那 我再 我再试一个好了 我再试一个 我再试一个别的视觉形式 如果是这个视觉形式呢 透明好像会有问题 会不会是透明的关系 我试试这个好了 我试试这个隐藏的视觉形式 所以我试隐藏的视觉形式 一样按滑鼠右键 然后复制 然后 按滑鼠右键贴上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 叫做隐藏副本1 我现在是新的隐藏副本1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隐藏边 隐蔽边 隐蔽边 能不能被显示出来 我看一下试 诶 有了 你看 这是不是autocad bug 我有点不太确定 但是你就可以明显看到什么 我可以用虚线的方式来显示 它该是在图屑上该出现虚线的地方 那我们将来呢 会再教怎么样把3D转成2D 3D转2D里面呢 又有一套方法 可以把这些隐藏在实体后面的线 变成虚线或是其他的线型 然后用来区别跟前面的这个实现的部分 好所以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客制化的这个视觉形式呢 double click进来 然后呢 呃 我们看一下 譬如说 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譬如说 我的 呃 我的边 颗面边 然后隐蔽边 颗面边 一图圆 然后 然后轮廓 应该有个 轮廓 轮廓在哪 这个有轮廓吗 有 轮廓呢 宽度是3 轮廓可以宽度更宽 5 它就会马上显示在这里 这个叫轮廓 好 呃 接下来呢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 我想要把 标注稍微说一下 标注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就是 我们每个人学AutoKey最重要的是 最后你要出图嘛 出图你要高尺寸长宽高 所以你必须要有这个标注这件事情 所以首先我们到这个注解的页签上面 我暂时把这个关掉 视觉形式这个关掉 好 然后我们到这个注解 注解这边这 发现会有一个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这个 可以用来跟注解发生关系的一些指令可以用 那最常用的大概就这一排 这一排里面呢 它会告诉你 有一般的线性标注对齐式等等 这个半径直径 这个甚至连坐标 用坐标来表示 某些点的特定位置 这个都是可以的 那这整个视觉形式标注 我们要标注的这件事情呢 它其实可以 就是如果我们单看这一栏的话 右下角呢有一个小箭头 它可以叫出所谓的视觉型 这个标注形式管理员 标注形式管理员里面的一些设定呢 我需要同学好好的花时间看一下 那我只打算讲几个 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填入这里 填入这里呢有个非常重要的设定 叫做一配置调整标注比例 这个很重要 那其他的东西比较属于一些大小的 就是你这个箭头要多大 然后你这个箭头要长什么样子 箭头要长什么样子 诸如此类的 好 那你们可以花时间慢慢看 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 比如说我可以在这个主要单位 设定这个印出来的标注的大小 印出来标注的这个有效的小数点 小数点后面的有效位数 它这个都是可以被设定的 那我们现在是设定0.0就是它精确多的0.1mm 0.1mm是可以被显示在这个标注上面的 然后呢它还会有字尾跟字首 譬如说我喜欢把它在字尾上加上mm 我就在这里打mm 将来出来的所有的标注呢 就会出现mm 你在这里可以预览看得到 那有时候觉得啰嗦 你就不要出现mm 反正你最后跟他说整个图面的单位是mm 就可以了 诸如此类的 我需要各位花时间慢慢看 然后有主要单位有对照单位有公差 那这个可能就要请大家稍微Google一下 什么叫公差这件事情 好那我先 请各位就用这个方式来进行你的标注 所以我们按确定就是 其实不用真的改变什么 我们就是这个 Useing Dimension style 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拿来用 好所以比如说我点这个线性的icon 点进去之后呢 我可以就可以开始画 但是我先我先 我画标注的时候习惯不太一样 我喜欢直接在这里呢 改好我的图层 然后我画 这个注解线性标注的时候 我画完就是在这个工作图层所产生的 好像这样就会产生300 其实我刚刚没做什么事 我刚刚就是点了线性 然后点点拉 再一次 点点拉 Enter Enter就是重复上一个指令 点点拉 我就做这样的事情而已 没有什么太伟大的 好 那这里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你可以这样一直做标注 一直做标注 可是我接下来一个问题来了 你怎么样去显示这个圆 你知道这个圆 其实在平面图上看已经不是圆了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圆是在斜面上 正交一个斜面所画出来一个圆 所以基本上它没有办法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三式图里面 任何一个师图来做这样的一个标注 那该怎么办 好 很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个新的指令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会说 那我们来 做一个 做一个跟这个UCS有关的事情 我们回到刚刚的这个图里面 我们记不记得曾经在这里有一个UCS是XYZ 趴在这个平面上 那我现在要交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是一样 補习班没有教 只有邮金的大师班会教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UCS的特殊性 因为它是个特殊 我们自己长出来 我们自己发明的UCS 因为它趴在这个平面上 趴在这个斜坡上 所以基本上 它值得被命名 你不要把它叫做趴在斜面上的UCS 可以吗 可以的 但是这个名字太又臭又长不好 我们把它命名 来我UCSEnter UCS之后有一个隐藏版 各位都懂隐藏版的意思 隐藏版菜单 UCS隐藏版的一个中间的选项叫什么 叫做S S是什么呢 在这里代表Safe Safe成什么 他就问你说是不是要储存成 储存成什么呢 你给它个名字 那譬如说斜坡 我叫RECTEC 这太长了 RAKE就好了 RAKE代表它是一个斜面 RECT 好 所以这个UCS被存下来了 这个UCS被存下有什么重要 我们回到这个模型空间 所以呢 譬如说我打MV MV之后呢 我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画面 那这个是最后我用过的这个视觉形式 不管 Double Click进去 然后选上市图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看 我选择2D限价构 好 上市图2D限价构 到此为止都没有问题 然后呢 我执行一个指令 注意咯 这里就是隐藏版的 補习版面有教的UCS Enter 然后呢 一样隐藏版的选项叫R 叫做Recover 或是Restore Restore R Enter 他问你要还原的 那你要记得你刚刚 记得RAKE的名字 如果你不记得 你可以打问号 打问号之后 他会告诉你呢 他要劣势的 那这个问号跟信号我们教过 都是DOS时代的万用资源 所以问号代表一个资源 信号代表无限多个资源 所以我们按Enter 他就会告诉你说 你曾经存过一个 坐标系统叫做REC 你现在可以把它Restore 回来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是打RAKE 他就回来了 所以这个UCS 跟原来长得不太一样 他是趴在这个平面上 那趴在这个 对不起 趴在这个斜坡上 那趴在这个斜坡上 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接下来我们要执行 另外一个隐藏版的指令 这个指令 没有人教过 应该非常少 这个星球上 没什么人在教这个指令 因为他太少用了 这个指令很好用 他叫PLAN 所以我打PLAN Enter 然后他问你什么 他问你说你现在 要做什么 要把 他意思是说 你要把你的视图 根据某个UCS 把它做一个调整 这个视角要做一个调整 怎么调整 那我们可以根据目前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把UCS recover成REC 我既然已经restore成REC 了 所以我现在只要打Enter 为什么 因为见瓜弧代表预设 预设就是目前的 目前的就是REC 所以按Enter之后 它就会变成什么 它现在其实是已经趴在 这个斜面上了 这个整个视角 整个视图 它其实是垂直于这个斜面 趴下去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X跟Y 你不会再看到Z 为什么你已经变成一个 纯2D的情况了 好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 我们前面用的UCS 用的Save 用的Restore 然后我们得到了这样的 一个UCS的坐标轴 我们把这个坐标轴记下来 然后接下来我们用Aplan指令 把这个视角视图调整成 我们要的UCS 跟我们现在UCS直接 有些有点像正投影 在现在的UCS上面的一个视角 非常棒的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部分 可以请同学来练习一下 好 那其实呢 坦白讲 这个做图 或者配置 出图 比例这些东西 实在有太多东西要讲 我们在一天之内讲不完 那我最后再提两个小东西 我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说 那譬如说我如果现在有一个 对等一下 我刚刚讲到一半我忘了 我刚刚为什么要出现这个圆 你知道吗 因为我要示范一下 怎么标一个圆的标记 标个圆的标记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选半径或直径都可以 这样就是半径 那如果选这个的话呢 就是直径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标注动作 那标注完的标注呢 这些数字呢 这些东西 8真交移除 我们可以随时再把它拉出来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调整 你做完之后你可以做这样的调整 F8正交 F8不正交 或者是F8不正交 就会变成这样子 你可以调整到任何位置 好 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 譬如说我这里做个MV 这个MV呢 我不小心我画在这里 我现在是图中有图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图中 试部中有试部 所以我现在这个试部其实被包在某个试部里面 所以这时候如果你double click 你是没有办法进到那一个特定的试部的 你double click出来 但是你永远进不去 为什么 因为你进不去 那这边有一个特殊的小技巧 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技巧就是你double click进去这个试部之后 然后接下来记住这个快速指令 叫Ctrl R Ctrl R之后呢 他就可以开始在所有的这一张配置里面的所有的试部切换 所以你看 Ctrl R两三次之后 你就会回到这个被包在试部里面的试部 所以你就可以再进去做一些其他的调整 所以这个是这样用的 那今天最后最后呢 有一个东西 对不起 还有一个小东西 通常我们会有一个习惯 我会把这个东西 放到这里来 我会把这个试部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 Rotate RO指令呢 我现在快一点 因为我有点想下课 RO指令之后 我可以把这整个试部怎么样 旋转 旋转的时候 他会指定基准点 所以第一个指定基准点 我们用这个来当基准点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用这个当 我们选择这个好 选择reference 所以打enter参考 参考之后的指定角度会点三个点 所以第一个点会点这里 第二点会点这里 第三个点会点这里 我们再看一次 所以第一点这里 第二点这里 第三点这里 我就可以把怎么样 把这个试部趴上来 然后我改一下他的比例 他应该是0.3吧 所以正式的做图 最好的做图 就是说如果我要显示这个圆的 其实呢 我应该要怎么样 我应该要让他趴在这里 我应该让他趴 这样看起来不对 对 其实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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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懂个意思 所以他应该要趴在这里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最好是 甚至是 当然我们现在图有点挤不下了 我暂时把这两张图往上移一点 正交模式下往上移一点 这里你不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做 所以我只是 稍微示范说明 我怎么样去把 这种所谓图学上的 为了显示一个斜面上的一个圆动的方式 把它 用autocad 执行给各位看 所以各位发现 四步也是可以rotate 四步不只可以move 也可以rotate 它可以做出很多的事情 那最重要的事情 是不要忘了 每一次如果你做的里面的一些大小的调整 一定要把这个比例改成是一个有意义的比例 最后最后一个 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我想要出一个四步 这个四步的边框想要看到 而且呢 譬如说我想要 就是 我想要特别去显示某个部分 而且呢我只要显示那个部分 譬如说我想要用一个圆形来表示 用一个圆形来表示这个四步的框架 我要怎么做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的 首先呢 我们要认识一个新的指令叫VpClip VpClip VpClip是一个指令 你要F1之后 你会看到VpClip 还有很多的说明 但是呢 我等下用讲的会比较快 那总而言之 他没有VpClip 好不管 那VpClip呢 他可以做出非常惊人的事情 举例来说 我现在画一个 等一下 有电话来 有电话来 喂 喂抱歉 我刚好电话中 不好意思 我等下晚一点跟你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我们回到这个课堂上 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呃 我们需要一个一个2D的图形 譬如说我可以画一个这样的图形 我可以画Pl的图形 我也可以画一个圆 我们用一个圆来当例子 我们用一个圆来当例子 我现在画了一个圆 然后等一下我要做什么 等一下我要做什么 我故意把这个圆放在这里 好 我画了一个圆 然后我等一下呢 要让这个试部变成一个圆 就是不是在方方正正的 所以你可以想这个试部可以是方的 可以是圆的 可以是多角形 可以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形状 所以 你在试部出图的时候 可以有更大的一个弹性的变化 好 我们来看怎么做 所以我们执行VpClip 好 VpClip 然后我们选取一个试部 他问你试部嘛 你就选这个试部 然后他问你要选取物件 这个物件可以是一个多边形 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圆 选完之后 然后你就发现什么 发现这整个原来的试部不见了 然后这个试部会并到你刚刚的图形里面 然后呢 Double Click Double Click 我用P指令把它移过来 好 这种图呢 其实他有时候有一种魅力 这种魅力就是说 特别是我们在做放大缩小图的时候 我们不太喜欢 第一个我们不喜欢看到框框 我不喜欢看到试部的框框 或者是我看到试部的框框的时候 我希望他不要那么呆板 它是一个方形 我可以希望更多的可能性 方形圆形多边形 这个 就是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那其实如果你选取这个物件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两个物件 它里面有一个圆一个试部 所以你要清楚知道你选了试部之后 你才有办法来调整到一个对的比例 好 那大概 大概 关于 配置出图 比例 然后关于标注这件事情 我想很粗浅的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这堂课 讲的比较长一点 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 那你们大概可能加上练习 可能要看这个视频 要看到两个多小时以上 所以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不算直播 我们顺利的完成了 3月13号 因为那天我要请假 3月13号的一个 本人的缺席 非常抱歉 那我们可以在空中相遇 我把这个课很清楚的交代了 那大家需要花时间做练习 也是一样 要花时间做作业 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作业 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滴水穿石 这个巨沙城塔 各位如果要把AutoCare好好学好 每个礼拜都要练习 甚至每天都要练习 这个是最基本的 好 谢谢大家 好我们下回空中见 拜拜